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时隔半个多月再一次啊在这个我的世界相遇了啊 那么我们这半个多月那个没有更新视频一方面呢是在忙于考试 然后还有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这个练集 然后呢把这个装备呢搞上去 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是已经是来到了这个地狱阶段啊 上一期也是带大家去看我地狱了 我深深的感觉到我的装备严重不足 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哎 哇我的马儿怎么 我的天哪我的马儿怎么出去了 我的天 不行怎么乱跑呢这个啊 来来先把我们的马儿给搞回来啊 真是的不像话 给你摔上绳了你还乱跑 好那么呃这段时间呢啊 这段时间呢我是一直在练集啊 然后练好的集呢可以用来附魔对不对 哎哎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装备啊我现在身上身上的装备都附上磨了 这个地方怎么过去 好好跳过来了啊 这个马儿你姥姥是在这里呆着不行吗啊 我给你这个我给你拴的绳子呢 哎我给他呢是 哎绳子都不见了啊好狗狗在这里坐好啊等一下我们要去地狱你们就不要跟着去凑上那了啊地狱非常的凶 凶险啊非常的凶险 我的绳子呢啊我的绳子呢好我们把马儿拴住啊这马儿不听话乱跑你看你看又乱跑哎你再这样我就打你屁屁的来来来来来来 老八事给我哎给我给我呆在这里啊给我呆好好跟你讲哎不要惹我生气 好这样的话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的这些装备附魔这个附魔以后的装备那我现在是一级我的这个经验呢全都原来附魔了 首先我是给我的弓箭附了一个三十级的魔啊就是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这个刷怪练集啊 怎么样锋利四击退二耐久三啊因为这些属性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又特地去上网查一下锋利是代表着这个锋利代表着这个威力是上升的 然后击退呢就是你打这个怪物他会往后退啊耐久度不用多说就是他的这个使用的寿命会增长 然后另一个就是这个弓箭这个弓箭的时候我给他附了一个呃就是第二个 那个魔啊因为因为这个这个这个我还要考虑到给我的装备父母当时我的等级也没这么多啊我就给他附了第二个然后非常幸运的附到了无限大家都知道无限是什么意思啊无限就是你的这个右键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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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出来的键呢是不消耗你这个啊是不消耗你的背包里的键呢我去你在干啥呢啊这个马儿在自娱自乐啊我们我们不管他了啊所以说啊这个这个属性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那么非常幸运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的装备上的魔装备上的魔就是 是比较一般了啊从鞋子开始的话呢是保护二然后这边呢这个腿呢是个保护一这两个是用来加洗的然后我们先跳过盔甲直接看头盔啊头盔是一个火焰保护一啊我上网查了一下就是指这个呃你在地狱里遇到那种就在在在空中飞的那个白色那个啊叫什么魂我又忘啊他吐出来那个火包括以后的我们到地狱地狱堡里里面去打的那个叫什么烈焰人啊 就是产生火焰效果对你的伤害呢都会减免一些好了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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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铠甲我的这个铠甲是附了一个啊 非常非常吊炸天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属性耐久二爆炸二荆棘一啊 这个耐久不用多说了这个爆炸保护呢就是指的这个鼓励怕啊鸡鸡怪爆炸的时候呢对你有保护这个荆棘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特地去百度搜索了哈 这个百度告诉啊多娘告诉我是指的怪物在攻击你的时候自身也会受到攻击我的天这太强了太溜了太溜了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他们在打你的时候你不用还手他们打你一下自己也会受到伤害啊这个有点强所以说我现在这是装备呢哎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去搞一搞这个哎 可以去地狱称霸去了啊至少哎至少咱们这个啊装备上上去以后呢才能再谈以后的一些是吧哎以后的一些长远的发展好话不多说了我们既然已经有这么好的装备了我们直接去这个地狱啊直接去这个地狱啊这边还有两个附魔失败的几个装备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附魔的东西比较垃圾啊我又去附了一遍啊我又去附了一遍因为这个附魔的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就是 是好像只需要花七八级就能附的然后第二个是他第二个好像是随机的第三个呢是三十级用来附的啊就是最高属性的一个啊好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准备进入地狱了哎我们要探索我们这一期呢哎这狗狗你先把他让他这里做好啊不然他一会跟着下地狱他回不来了啊我另一只呢我怎么就两只了啊 哎哎怎么少了一只啊怎么少了一只 哇不会是不会是跟着有钱人跑了吧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猫哎猫是非常不忠诚的啊他会他会跟着他会跟着这个有钱人跑哎谁给他鱼吃他就跟谁跑但是狗狗不一样狗狗很忠诚是吧很忠诚 一旦去话他他就不会乱跑的哎奇了怪了啊怎么少一只啊不管他了他肯定是调皮出去玩了啊好话不多说我们准备下地狱然后呢我们这一期呢一起去这个啊一起去探索一下神秘的地狱啊哎也不神秘了啊我们要去地狱找一个东西叫做地狱堡里在那里呢有一些猎人还有一些什么凋零骷髅啊哎我去怎么这么不幸怎么这么怎么这么这么不幸我谁在打我 我为什么也在吊血 去啊这个牛是怎么进来的 我这个天哪 好啊好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小心这种优就是那个叫空中飞的叫有什么我又忘了就那个白色的那个白色的那个胖胖乎乎的那个哈 我们现在来探索一下这边的地狱啊这个猪人你不去惹他哇这个牛哇这个牛直接踩在了火上你看烧到他团团上不行不行我要忘了我帮他解脱啊我帮他解脱啊 你看他痛苦的样子啊实在是啊我都是不忍之事啊所以说我要替他解脱啊这个牛是怎么进来的跟着我做传送门进来的吗啊地狱这么危险的地方你们这个这个哎你们凡人不要来凑争的了啊那么这边哎我的钻石哇看没有啊我浑身直接就是啊 膝盖中了一件啊浑身都中了一件我暂时搞好没带啊暂时搞好没带OKOK我们就先四处逛一逛啊啊这个猪人好萌你不打他不会打你的但是哎我们可以把推下去哎嘿嘿嘿再见了啊你去沿江游个泳吧洗个澡好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附了魔的这个铁剑啊我看一下属性我又忘了啊锋利击退耐久啊 这个属性我觉得应该是应该是比较上乘的一个属性了啊应该是比较上乘的一个属性了好哎拿这个装备我觉得还是非常自信的是吧这边有蘑菇我们踩一下啊这个岩浆还是很烦的这个地方怎么过去啊啊我们四处走一走看一看啊四处走一走看一看但是我们要哎看没有就那个东西哎我跟你讲特别烦哎哎哎对哎对我们可以打回去对我想起来了啊有粉丝给我讲不要怕这个 这个东西他超级吐的火球你可以打回去好来你再吐你再吐你再吐哎没打到啊你再吐再吐再吐哎哎哎打回去好哎哎算了还是用电器射他了下机好哎我现在一家我现在一点也不怕你我现在一点也不怕你小渣渣是吧哎我现在不再是菜鸟了哎可是为什么一下打不到他为什么一下打不到他啊他死了他死了 小样拿衣服涂羊涂死你跑你太年轻啊等你再练养人再来对付春哥吧好的啊好的哎呦哎不掉下去了我们四处逛一逛不知道周围是什么样的哎哎哎又有人过来哦怎么又来一个怎么怎么又来一个去去啊啊你还你还这个是吧不像话这一定是为他弄小伙伴过来报仇的好了我们四处逛一逛这个猪人 我们我们不去惹他啊不去惹他啊不去惹他哎哎哎你下去你先洗个澡吧哎嘿嘿嘿嘿哎我不是故意的啊这个地狱哎呀到这没有路了啊到这没有路了这个地方怎么过去啊这个地方也是太什么了吧我的天呐 我往往这瓜子若几个地方我那走一走看一看啊我别掉下去了哎按elㅋㅋㅋㅋ慢慢的移动啊对没错好啊好 我先的还是有点 我这个地形是怎么回事 好 真的是太吓人了 一不小心就就完蛋了啊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跳下去了好 我们要牢记这个来的时候的路啊 不然的话回不去了 灵魂杀泥土来 我们用这个 我没有泥土在这边 雷一个这个台阶啊 方便以后再回去啊 这个地狱确实是是一个凶险的地方啊 我其实我现在是没有戴耳机的啊 因为我讨厌听到这个里面那个声音啊 啊 那个那个就是跟一个小孩一样的哭声啊 哎 你找不到爸爸了吗 你找不到爸爸了吗 你看没有 哎 小猪人啊 小猪人 你看 他这个小猪人长得好丑啊 你继续下去下去洗澡一下 你看你脏的 来来来 哇 穿得真快啊 好 他找不到爸爸了 他爸爸被我推下眼尖了 呵呵 好好好 我都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这个环境 我们四处逛一逛吧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地狱是这个地方吗 他是 好像是这个地理位置也是随机生成的啊 至于能不能找到那个叫什么什么地狱堡垒呢 也是要看运气的 在就是他会生成在这个地狱的四百八方啊 我从我就是从从这个从这个度娘 从这个通过百度呢 搜索的 知道的啊 就是说能不能找到也是要看一定的运气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要牢记我们来时的方向 不然的话 走迷路就不好了 地上的这个叫石鹰什么东西的 好像没有用啊 挖它以后可以加经验 但是那个东西好像是 没有什么用处啊 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就不挖了 这边是条死路 这是个啥东西啊 哎呦 这是个啥 好 饮食坟哦 对对对 这个东西啊 经常在解谜的地图里面出现啊 就是解谜里面用来做这个 做这个灯啊 在水下用来做灯的时候 因为火把插在水下会这个被接被水给熄灭了啊 就会用这个来照明 这个我们是可以踩一点的啊 这个是可以踩一点的 好啊 走 我们下去看一看啊 到这边就到了地图的镜头吗 啊 我们 哎呀 这样的话我觉得会迷路啊 不行不行不行啊 这样吧 我们去做点标记啊 做点标记 啊 做点标记 我看看用什么做标记呢 哎呦 这有火把哎 我们可以用火把做个标记 我这个人容易容易迷路 因为你看我之前那个原来那个家我就已经找不到了啊 所以说我还是留个心眼儿 哎 每隔一段的插一个火把 我这里有四十个火把 每隔一段的插一个火把 然后呢 这样就不会忘记来迟的路了 哇 我是不是不应该往那走了 这 这 这个也是太 我们从这上去啊 这边还有一个 这 这个铁剑是什么 这铁剑好像是从 小僵师的手里这个 打掉下来的 哎 实测实测 我兼 我兼 我兼活带这个稿子了啊 我兼活带稿子了 真的是 好 那我们用用这个剑来看啊 用这个剑来看 天哪 真是太慢了啊 真是太慢了 所以说 哎 叫什么 公寓上期是必先立即器 你这个工具要选对 一点黑插一个后把 那之前我这个 之前啊 我这个这个叫什么刷个龙的时候 是要用稿子来打的对不对 然后呢 很多人呢都用剑来打发现打不烂 对不对 这是工具没有选对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啊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又回来了 哎呀我好像又回来了 我是不是傻 我转了一下又回来了 不过看起来这条路应该是条死路啊 这边是条死路 就这个方向是条死路 那我们就往反方向走了 这个地狱的地方 这个地狱还是很大的 啊这些都是 这个地方都都是过不去 哎哎哎哎哎 小样小样又来 哎你还竟然烧到我了 你这就要死了 这个弓箭的 弓箭的距离有有这个什么吗 啊好了射死啊 哎富罗魔的就是强 这个力量2的话 应该是这个在他的基础上应该是又加了两点攻击力 应该是啊哎这样的话是非常的轻松的 两箭给他射死啊啊最强的就是这个铁箭了 开玩笑我拿了30级的接线用来复制把箭 他要是不给我这个什么 是吧是吧我都是 我都是不能忍 好那么这个方向好像是没有路了啊好像是没有路了 你看啊再往下走这边就没有路了 那我走我们先回去啊我们先回去 那个地方怎么过去啊那是一个孤零零的岛吗 哎呀这也是太 哎那我们往这个方向再走一走 看一看啊我们往反方向走一走 哎幸好我没有带耳机 我知道现在这个这个声音一定是比较圣人的 哎 我很有处像我胆子这么小我带上这个耳机 我带耳机听着声音玩我不用玩了哎我光在这里 下就吓尿了 看没有哎我 我天 这边也是这边也没有路了啊 这个他这底下的都怎么都是孤零零的岛屿啊 那我们就往 这边 这边好像也没有路了是吧 这边也没有路了 哦 等一下啊 哎呀这底下是岩浆 这跳下去就死了 这怎么过去啊 啊 我知道了啊 我知道从哪边能过去 好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传送门的位置啊 这是我们传送门的位置 我们从这边看能不能下去 这个东西叫什么灵魂沙是吧 看一下 那就灵魂沙这个东西上面可以种一些 特殊地狱里特有的植物啊 我忘了那个叫什么东西了 这边直接跳下去会不会死啊 我看一下啊 哎这样吧 这样 还是我比较机智 我我怎么亮了怎么忽然亮了我看周围有东西的哎哎哎哎在哪在哪你给我哎是男人吗出来打你别在这里偷袭我在哪这是 有人在吵我吐火球应该是那个那个 这个空中飞的那个东西啊 嗯你给我出来我跟你讲 在哪 我可我讨厌这种感觉啊被人暗算的感觉 我先把地方的火打灭一下 火也很烦 不然一踩到他就就 不好吧就很不爽是吧很不爽 好啊 哎 把火打灭 看着就不舒服 这边怎么火这么多呀这边 啊哎在这哎搞他有你这就要撕了我跟你讲哎你这就要撕了 你还肥 哇好像好像有点远是吧 好像有点远你看他卡八个了哎他他他他挤住了他脑袋被抢起了 太远了打不到他呀哎他屎了啊他屎了好那么 继续啊继续我们想要下去啊我们想要下去 嗯 这样 哎好像直接跳下去啊 哇直接跳下去会不会摔死了哎哎先先吃点东西 这东西 看没有熟足牌哎我们是食肉组啊食肉啊我去摔这么多一些 好了啊我们虽然下来了但是一会上去的话呢 啊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 嗯我应该哎下来的时候还是准备没有准备工作没有做好我应该去搞一点那种木梯子 啊你看这样的话 就不好办了 那我们可以选择挖一个台阶或者是或者是搭一个台阶上去啊 天呐 我们拿灵魂沙搭 来 我还有这么高那上下他就要把他挖出台阶来了 哎这就叫先给自己留好后路对不对不然他回不来了怎么办 哎哎哎哎什么东西啊啊好吧啊我说我武器烂啊 吓我一跳我真是 我以为有东西在打我哎我现在特别担心 被偷袭 哎我这是真是被人偷袭的已经是 哎已经是怕了啊真是怕了 哎玩什么游戏都被偷袭是不是玩什么游戏都被偷袭我真的是 好哎呀真是手手都疼了啊手都疼了 还好 我是苦练多年的麒麟币啊这种区区小石头 分分钟给你倒成这个倒成粉末 好 我们的台阶已经挖好了啊 好啊这样的话 嗯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挖好了台阶了这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好了我们继续去探索啊 因为这个地域呢是很大的 哎拿出我们的大宝剑啊大宝剑啊金光闪闪有没有哎金光闪闪 这边没有东西啊我们往那走 啊我这个感冒真的是啊啊 有点严重了感觉 好 嗯 我们到这边看一看 天呐 这是几个意思这又是一个孤零零的岛屿吗 在逗我 这 那麦也是个孤零零岛屿 嗯 嗯 嗯 什么情况呀那我们这个 啊那我们就 再往看看还能往哪走啊 还能往哪走 哎你看什么看你给我下去啊 啊你给我下去哎下去洗个澡啊 先洗个澡 好 那麽我们这边既然走不了的话 还能去哪里啊 那边啊那边我们没有去过哎这边好像也可以啊这边也可以 走 这样吧 我们先回主世界然后去搞一点工具 包括梯子啊 包括 搞点泥巴 用来垫在这个沿街上当路用的啊 这样这边全是这个孤零零的岛屿我们 不大好过去啊 不大好过去啊 啊 我们先回主世界了啊 先回主世界了 哎也荣于我也荣往我先去醒个鼻子啊 啊我这边的 我这边的感冒啊 真的是 那好我们回来了哎哎哎哎 Jose 这个 画面有点扭曲啊 这个 好我们回到主世界先去搞 一些先去做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的稿子 把我们的稿子先搞搞拿过来啊 我们的稿子放哪里去 哎 你的稿子嘞 啊 这边有这么多石头 我们帮都拿一下吧 啊 这些都拿着吧 对 这些都拿着啊 然后 呃 这边的 石头 你看这些石头没有什么用 但是你就是可以用来到地狱里面 去搭这个 搭路用啊 我钻石搞零 我呀 我放在哪里了 不会弄丢了吧 啊 这边的那个工作台让我给 让我给安到这边的这个 附模式来了 我这边换一下就好了 那我们再去做一个稿子 可能是上次我哎怎么成这个样了 这什么东西卡八个了 哎呦我哪个去啊 真的是啊 这个我我这个我安装的这个版本好像有点问题啊 就是我估计再过一会儿这游戏会卡掉了 因为上次呢 就是我在这个弄这个什么的时候啊 我在弄这个我在去就是寻找原来的家的时候呢 呃 卡掉过一次啊 当时就是因为就是现当时的那个界面呢 先出现了白色 然后过了一会儿 游戏自己卡掉了 不一会儿也会卡掉 所以说咱们的视频呢 尽快这一期就先尽快结束啊 呃好像是因为这个缓存的原因啊 我也不清楚 这边的这个铁针 我们就可以用得上了 哎呀 你看没有这个这边的这个什么都都白了 呃 不过我记得这个位第一个孔应该差不多在这里 哎 然后第二个孔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一个铁放上去啊 修复一下 啊好 修复一下需要花费三 三级 后面整级不够啊 我天 哎 那就那我们就先再做一个吧 啊再做一个再做一个的话需要木头啊 需要木头 哎 来来来来来 不不不 这种啊 这种哎 直接直接用现成了啊 这用现成了 那我都我都懒得出去砍木头了 直接拆房子啊 直接拆房子 呃 先把两个木头呢 变成木板 把两个木板呢 变成木棒啊 木棍 也就是木杆子啊 在木杆子呢 合成这个 稿子啊 铁稿 啊 好了啊 好了 啊 我钻石稿应该是上次 在地狱死了一次 然后掉了演讲里了 应该是这样 哎呀 就这样了啊 我们的钻石现在 这样的话 我们浑身上下就没有一个钻石的东西了 哎 没办法 然后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就是 就是 叫什么 牛排 我们把牛排给给我们的狗狗吃 哎 奖励一下狗狗 哎 非常听话啊 看没有非常听话 让你在家里老妈是呆的 他就非常老实在家里呆着 呃 做梯子啊 做梯子 对 在地狱里面有很多那种地形是直上直下的 包括到后面 如果如果发现了那个叫地狱城堡啊 地狱堡垒 然后 他那个城墙是很高的 我们也就需要翻过去 所以说呢 需要很多梯子啊 这么说来还是得去 还是得去挖木头啊 那我们不能拆房子啊 不然这房子全拆了也不大够 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梯子 好 这样呢 还是啊 先要有合适的工具 哎 我们来造一个斧头啊 做一个斧头 呃 不是斧头啊 斧头啊 不是锄头 OK 然后我们先去挖点木头了啊 挖点木头去 从这边直接直接翻出去就好了 怎么样 快速翻墙法 好啊 我们採点木头啊 採点木头 採木头的时候呢 我脑袋里要想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梯子是怎么合成的啊 我好久没有玩这游戏了 很多合成的规则 我也是忘了 等一下 等一下别梯子合不出来了 那就不好了 那太尴尬啊 太尴尬 好 记得是这个两个 两排木杆放边上 是吧 哎 然后这个 中间放啥呢 哎 没事啊 没事 到时候就试一试就好了 其实在这个 我的世界这个 里面的合成规则 大部分都是按照他的样子来的 你只要 知道他什么样子 差不多 哎 这个摆出他的样子来 差不多就能合出来 好了 好了我们现在木头也是有了很多了啊 但是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要这个准备要充足是吧 哎 充充足 不然的话用的用着用着没有了 他又得出来跑一趟 好了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啊 天就黑了 其实是个好事情 当小小怪我们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哎 这个这个欺负一下小僵尸 然后啊 然后这个刷刷经验的啊 我现在这些装备啊 像这些什么骷髅怪 什么什么这个小僵尸的直接是吊打啊 直接就是吊打 你看 我就算战刃不动 他们打我自己都掉险些啊 是不是丧心病狂啊 哎 我看他远处有一个牛都上树了 好了 天天黑了 我们先回去了 看看有没有小僵尸爆出来啊 让他吃一下 让他传上我大宝剑的厉害 哎 大宝剑啊 大宝剑 哦 哦 看没有发现一个啊 发现一个 我们拿 拿剑去射他 哎 啊 怎么样 你还没过来 哎 哦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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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小心射到我们的 哎 他还捡起了个东西啊 哇 挺厉害啊 这 这还会抄家伙了 是吧 你看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小僵尸都知道这个板砖的这个厉害了 啊 板砖是一个杀权性极大的武器 哎 他的特点就是呢 方便啊 便利 这个伤害大 啊 随手抄起一块来 是吧 打群架的时候随手抄起块板砖来 哎 所以说正前头啊 板砖一力实名制了 好 这个 我们来合一下梯子吧 啊 呃 工具箱在那边那个西厢房啊 西厢房里 我们过去 用一下里面的那个工作台 看不见 天黑就天黑 我连睡觉都不睡觉 哎呦 要是有杠杀 要是有僵尸杆着我麻烦 我就让他尝尝哭透 啊 那么先喝木头 啊 好吧 啊 好 好